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瑪雅人的遊牧對決 這場比賽是天梯地圖 那遊牧一開始 大家的村民都是零零散落 欸這兩邊撞到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在天梯的遊牧條約上 有這五分鐘的免戰時間 所以就算村民互撞也不能跟對方互打 沒辦法往內互打 那這邊的話一開始就要拉兩隻村民 去附近的適合地點 自己找尋地點開自己的TC 那另外一隻村民的話 就要去Food去開漁港 那要開漁港的時候呢 要注意這個 漁港要開在這個碼頭附近 喔 喔 不好意思 開在這個海濱魚群附近 這樣子你碼頭一蓋好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海濱魚群 直接開始撈魚 海邊現撈現吃 非常賺 然後這邊就可以蓋個木牆 稍微防守一下 因為有時候對手 會來這邊直接給你定狗機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好 那看一下瑪雅的一個開局位置 是在哪呢 他的漁港 漁港在 欸 欸 等一下 中國這裡是沒有開漁港的意思嗎 欸 看起來是欸 喔 喔咦 怪怪的喔 痾 這樣子 看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這個 中國是不是爆啦 好 那中國這個文明喔 一開始村民會有七村 好 所以只要TC蓋好 村民就會突然從這個TC蹦出來 那一開始也只能點這個織布技術 然後會高速斷肉 好 在油木來說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斷肉了 好 那這邊喔 細節就是要趕快吃這個山羊 或是趕快去找到豬喔 好 這裡看到豬了 應該是有看到了 趕快拉豬回來喔 高速吃肉 然後要自己手動的 把這個50肉放進去 好 這邊他沒有選擇手動放喔 而是讓這個 自己用村民喔 吃完十個肉 自己放進去的一個方法 好 這邊避免斷肉 趕快再拉一隻山羊回來吃 那中國的開局喔 一開始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也特別先來 講一下中國的一個開局流程 那一樣喔 這個碼頭開下之後 就要去趕快撈雨了 那撈雨的話 這個碼頭一樣還是不能運作 所以中國在前期的流程上 會更複雜一點喔 會比其他文明來說 會更困難一點 好 那你看這邊已經兩個人 在挖木頭了 但是中國這邊喔 才剛第一個喔 所以以這個出場時間來說 中國的漁船喔 會比較慢一點喔 這個漁船的出場時間 你看這邊都已經有 第一勺漁船在撈雨了 結果中國這邊 還有一段距離阿 這就是中國人比較難搞的一個地方喔 好那這邊開始直接 用提示一下豬 設食沒問題 好那這邊喔 趕快去到75的一個肉 75的木頭 要來吃這個的食人魚群 那捕魚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要去捕這個大魚喔 這個 比較海外的這個魚喔 像這個小魚群跟大魚群就很明顯 圖案就不一樣 這個大魚群捕的速度就很快 好 那中國在游牧來說 算是比較沒有 那麼有優勢的文明喔 因為中國在阿拉伯或一般地圖來說 你只要流程配得好的話 村民是會領先一村的喔 當然這邊很明顯喔 中國這邊村民是跟對方持品的 而且漁船還輸人家 但是瑪雅本獸 有這個資源持續的時間效果 還有這個 還有很多種種的能力喔 所以讓瑪雅的前期喔 經濟會更好 像這個野豬喔 牠就可以吃得比較久 所以感覺上 瑪雅這邊前期有巨大的優勢在 原肉量可以持續吃得更久一點 牠這個斷肉的問題就比較少 補這個魚也是喔 所以種種要素來說 瑪雅在前期獲得優勢是非常大的 中國這邊拉了第二頭豬 第一隻豬剩下三塊肉 全部都變豬排了 OK 終於第一艘漁船出來 開始捕魚 這個時候再按下去了 好那這時候就趕快把一些木頭轉出來 然後記得蓋房子 因為在遊牧這張圖 很容易因為你一直出漁船 然後又出村民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斷村的可能性喔 會變成大幅提升 所以這個房子還是要多補一下 好那通常喔 這邊上封建時代喔 會直接用跳成的方式喔 所以不會那麼早 第一時間就上封建時代 而是穩扎穩打的喔 直接到了二十五村左右 二三村 應該會二三二四那邊喔 然後才會點封建 然後再去 點一下城堡時代喔 通常都是直層打法 因為封建的過渡期喔 很短 很容易這個資源馬上就轉 就轉夠了 因為畢竟是有海的關係喔 所以肉量來說是會偏多一點的 好那像這種情況 如果已經把兩頭豬都吃完的話 我都會拉三隻或四隻的村民喔 直接去外面吃這個鹿喔 阿如果是要去外面蓋模仿的話 我只會用三隻喔 村民去蓋 然後這邊喔 再蓋個模仿 吃個果子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樣子喔 但他這樣子特化更好 你看這邊三個人三個人 好 這樣就三個人吃一隻 三個人吃一隻 就很快就可以吃到城堡時代了 阿我的習慣是三個人自己出去喔 然後到處吃這樣子 這裡有鹿 就三個人去叉個模仿吃一下 叉個模仿吃一下 那順帶一提喔 現在的版本 是可以把這個肉放在這個馬頭裡的 所以這一隻 瑪雅的村民喔 吃完這個鹿肉 還可以把這個鹿肉放回去這裡 欸 阿他 阿他 阿他怎麼 阿他怎麼 阿他回家是不是 阿 爺爺我不幹阿 等一下這個鹿肉我記得是可以放的吧 還是現在不能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是可以放肉不是嗎 還是他只能放魚肉阿 哎呀這個我有點看不太懂了 難道是不能放的意思嗎 好如果觀眾知道這件事情的話請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記得是可以放肉的喔 那這邊突然變不能放有點怪怪的 我會說可以放肉是因為 之前阿我有嘗試去這樣測試喔 就是把這個伐木工阿 突然去挖景況 那個伐木工身上的木頭 會直接放到這個彩礦影店裡 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個 這個算是bug嗎 還是兩 就是 更新過後的一個效果 所以應該照理來說 他這邊 鹿肉吃完應該是可以放進去的 啊有啦有放進去啦嚇死我 我以為我記錯了耶 因為以前的版本是不能這樣子的 這個四季帝國常常在改版 改一些我就沒的 這個更洞 這時候會記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請大家再見諒一下 經歷過太多朝代了 這個歷史的改變喔 要去適應一下 好 好 好兩邊都上到了封建時代 那這邊瑪雅人上的偏早 但偏早這邊可能還要靠買賣一下 才比較能順暢到城堡時代 這邊肉有點不太夠 這裡就好是賣個 木頭 或是石頭 但石頭我覺得不要賣 賣個石頭 然後用買的方式喔 好賣個木頭 然後買肉上去會比較好 這邊野豬吃一吃 感覺還是有點困難 這邊紙城的效率並沒有非常好 這邊是二四村點上封建時代 像二五村了 中國這邊也是二四村點 好中國這邊流船也是稍微卡了一下 並沒有這麼流暢的 直接上到了城堡時代 兩邊都有卡成 卡了一段時間喔 然後開始出這個火蒙桶 想要來燒對方的漁船 好 那兩邊 並沒有都出這個火蒙桶 是只有瑪雅這邊喔 選擇要出這個火蒙桶 好那這邊瑪雅人點下城堡時代 那這個優勢喔 就是瑪雅的這個持續支援的效果 讓他獲得肉量更多一點 哇這邊可以吸到 起死可以再更早上的 這邊有點配的不夠好 但沒有關係 這邊中國就有稍微配一下經濟喔 稍微買賣一波 好火蒙桶過來 大家看到魚船直接開燒 但是中國這邊火蒙桶出的比較少 出的比較慢不好意思喔 那火蒙桶這邊要直接開打的話 會有點尷尬喔 因為這邊離的有點遠 那後面沒有後續補船 那馬拉雅 中國這邊要趕快補下第二個漁港 對 這邊要趕快補 不然這邊數量可能會有明顯上的差距喔 有點中馬拉雅這邊的進攻路線太遠了 那通常城堡初期喔 還是會以打海戰為主 因為海戰捕魚實在是太香了 很多玩家會問說這個魚船到底要出幾艘 我個人是會建議出4到5艘 團戰的部分 那單挑的話 我覺得出個6艘或7艘就是極限了 你出到8艘9艘 是一定要海戰有打贏的情況 才可以這樣出 不然你的木頭會很容易 不夠 戰劍容易打輸 打輸的話 你的魚船出那麼多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我個人喔 會比較偏向你出5到6艘 而不是7艘這樣子 因為 打輸的話 就是 把一個雞蛋放到同個籃子裡 很容易就全部被炸開了這樣子 所以就 盡量 要去避免這件事情 不然就是像他這樣子喔 把這個魚船慢慢往後 換其他地方去補 讓這個風險更小一點 好 三艘火蒙桶出來 兩艘殘血 兩邊都在打海戰 那這邊已經升級了這個奴炮戰船升級 但是 中國這裡還沒有升 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打海戰的話 趕快第一時間升火蒙桶會比較好 啊 升這個奴炮戰船升級喔 這個火蒙桶才會變成火戰船 好 二級伐木魚也點下之後 晶晶應該會好一點 這個殘血趕快拉回家 別再調皮啊 這個爆料就很虧了 好 對方第一時間升級成火戰船 直接回頭一個煩打 但是這邊 稍微控制一下 自己的一個操作 OK 兩台殘血的火蒙桶居然 直接拉回來 想要吸引對手 哇 這個秀得好喔 這個操作 哈哈 哇 連殘血的也沒有直接要拉回家 還是要繼續燒對手的一個戰船 好 這邊自爆船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對手 沒有看到 欸 這邊 這邊 會不會轉角遇到愛呢 欸欸欸欸 怎麼突然回頭 哎呀沒有看到沒有看到 這個視野剛好極限 好 直接把自爆船拉在魚船的位置 很聰明 誰敢靠近就炸他 好 但是這邊兩艘殘血的火蒙桶 直接被收掉了 但是 奴炮戰船升級還沒有點 好 這邊 中果 是優先點下自己的 輕型頭死車 在這個前方的位置 因為看到對方 瑪雅已經蓋城堡 與射手 海陸進攻 哇 結果自爆法直接回去 沒有看到 來不及 收掉這個火戰船 自己的魚船掉了一艘 上面這邊火蒙桶沒有升級的關係喔 所以打得非常吃力 終於也解掉對方的一個火戰船 上面看起來 海戰的部分 中國有點劣勢 沒有升級 奴炮戰船有點虧喔 沒有把這個資源 投資在這個工程系製造所上 花了兩百多目 有點虧喔 然後這個城堡位走 也是蓋得非常保守 蓋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而不是蓋在前線這個位置 那我覺得也算是OK的 如果你蓋太前面的話 也是會有風險 風險就是 守到的東西太前方了 結果人家直接與射手 跑出機動性快 直接繞背喔 然後自己的農田喔 直接被射爆 也是有可能 像那個 這些區域喔 就比較危險一點 看起來這座城堡 我覺得CP值沒這麼高啦 當然如果他要這樣打的話 也是避免喔 被衝爆 也是也有一部分 是因為他要打這個中國聯弩喔 因為聯弩兵 通常啦 打寶兵的第一個城堡 都不會往外插太遠 雖然我個人還是偏向於 插外面一點 畢竟這個 你看 如果你查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還可以守住 人家一定要從外面繞 那你基本要守的位置 就只有這兩邊而已 或是左邊這裡而已 所以相對來說 蓋這個位置 基本上有TC在防守了 這個城堡 或者也可以蓋前方一點 好 那這邊與射手四隻出來 一擊跟田補下 三招火蒙童 在後方想要來偷燒 這邊可能要直接直擊了 漁船 兩邊捕魚也是捕爽爽 中國這邊感覺是要放棄打海喔 但是為什麼不升級這個 你要放棄打海 為什麼火蒙童一直在出 然後還自爆牌再出 但是就是不出這個 奴炮戰船的升級 有點怪怪的 中國聯弩一直補 好 出來了 四隻 那瑪雅這個與射手 他的特色是有遠防 基本有遠防比較高的一個射手 然後血量很多 基本上可以把瑪雅與射手 當成這個馬弓來看待 血量多射速 而且還比這個馬弓還要快 他射速很快 像這樣子 哇 偷射這個火蒙筒太狠了 回頭燒了一波 哇 魚射手血量掉很快 但是也射掉了蠻多艘的一個戰船 中國這邊戰船可能要越來越列勢了 海上可能要棄了嗎 但是這邊中國還是把自己的漁港往後開 繼續努力的捕魚 中國這邊開始用自己的投石車 跟中國聯弩往外走了 開始要來進攻對方的一個TC的位置 喔 這邊金礦還不錯喔 如果這邊可以壓個城堡就很香了 可以射到TC之外 還可以守到兩個大礦區 超讚 好 投石車直接開閘 這邊是有微微上去的高地喔 所以這邊是高打低 殺人很高 一發投石車三個都有一百起跳 兩台就快要兩百滴了 嗚 大概一百八十滴左右 還沒有到兩百滴 好 但是蠻有魚射手已經跑到這個地方了 左側這個位置 那家裡可以嘗試出一個奴炮 在這裡 有出了 有奴炮的話四隻應該是蠻輕鬆解掉 再加上這個村民去維修就沒什麼問題 中國聯弩在後面準備防守 對手這裡沒有出頭子車 好 奴炮串燒開始 但是沒有串到任何東西 這邊開TC 3TC開始運轉 海戰方面 中國這邊沒有再繼續突進了 選擇回家保守一點 OK 那奴炮戰船何時要點呢 好 頭子車這邊看一下位置 哇 中國聯弩直接秒殺一隻魚射手 呵呵 很痛 中國聯弩 強無敵 唉唷你 你 我 才跟 全部殘血 我真要講 他這樣子很危險 他就 中了 因為中國的中國聯弩雖然很強 但是他手很短 所以可能被投石車或者是奴炮 直接被串燒 唉唷 全部殘血 換一下 OK 兩個殘血的投石車 這邊要踢一下位置嗎 哇 沒有守到 這兩台投石車可能要爆了 中國聯弩過來沒有第一時間射 還在框 完了 送光 稍微砸到一下 兩隻應該還是能秀到操作 哇 自己砸掉投石車 哇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 中國聯弩 並沒有帶吃香 雖然有換掉一個TC 但是海上方面 開始有點沉不住氣了 雖然這邊炸一波 直接炸爆 火戰船被炸的數量有點多 但自己火蒙頭是打不贏對方火戰船的 那等等火戰船就開始無雙了 OK 投石車過來看一下 沒拖到 那這邊 中國是不知道這裡有城堡 所以他投石車這邊過來看 可能第一時間會被城堡射爆 車爆了 哈哈 果然是這樣子 好 投石車再過來 直接踢地板嗎 哇 踢得不錯 直接殺掉了三隻中國聯弩 OK 聯弩兵 打投石車速度很快 稍微B一下陣型 再射一下 OK 收掉 好 那看起來兩邊都是不錯的工兵文明 非常精彩 那這邊都是投石車工兵大戰 那家裡慢慢開出更多農田 看來是要準備上到這個帝王時代 但瑪雅這邊經濟非常好 資源量已經七百一千了 非常的穩定 他這邊TC也沒開太多 雙TC 所以村民上有稍許的落後 但是他可以第一時間到這個城堡 到帝王時代 那這樣第一時間可以攻破 中國這邊的城堡 會有點危險 好 那中國這邊是比較穩扎穩打3TC 但是相對的要趕快去努力 升到這個帝王時代 自己的木頭挖得有點太多了 但是中國應該看到這邊應該也心裡有數了吧 他TC被弄爆 然後雨色手都這麼爽 應該是要點帝王時代了 然後火戰船也沒有非常大量來直接燒他的漁船 但中國應該也是不會那麼傻傻的 也是應該有察覺到一些東西了 好 那這邊瑪雅開始升級靈甲 看來是要走英勇士的一個路線了 這邊右邊看他這邊 欸 看到碼頭後面捕魚 那中國又看到後面的碼頭應該心裡有數 看來他又要 告訴上帝了 欸 這邊踢地板沒踢到 再踢個一發試試看 還是沒打到 好 瑪雅雲射手決定不要去秀操作 好 穩穩的 等到這個帝王時代 老英出來 好 那看到碼頭之後 中國馬上派自己兩艘火魔桶 想要到後面燒這個漁船 欸 這邊進到城堡射程 中國蓮弩這一波要送掉了 哎呀 很虧 這邊B陣 還好 對方喔 瑪雅人到現在還沒有點這個彈套血 有點慘喔 中國這邊都點下 好 但是這邊中國的電話時代 稍微晚了兩分多鐘喔 但傷差時間並沒有太久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守住的 但這波勞役蠻關鍵的喔 瑪雅這波勞役沒有打傷一些經濟的話 瑪雅可能會有點GG喔 村民差太多了 然後TC又被弄爆一個 現在這一波騷擾可能還有點打不太贏 嗚 又砸死一村 這裡 周圍看到 稍微拉一下 TC這邊 就多蓋一個喔 來挖黃金 好 那這邊中國看到 瑪雅這邊帝王時代義豪 馬上回去過一下 欸 這邊被射爆了 馬上補下了更多射箭場 這邊是要轉什麼 轉這個戰毛兵嗎 看起來是喔 所以他其實沒有打中國聯弩的意思喔 偷子車直接打了一波 哇 爽 這一招 哇 第三發 哇 哇 這個偷子車架子連城喔 這個弩號也是直接貫穿 但這個城堡感覺會蓋得起來 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OK 這個城堡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歐敏軍頭時機已經開始架了起來 右邊城堡也蓋好 第一時間身價佔毛病升級 哇 肉量有點多喔 這是要打騎士嗎 這邊優先點下三級射跟化學 但是 沒有打騎士喔 打正毛兵 OK 有有有有 要蓋馬舊喔 有 好 這裡蓋一下馬舊 這邊鷹刺猴 奇怪他是怎麼偵測到的 他是有心電感應嗎 他怎麼知道對方都打偶贏 還是他本來就是想打騎士 有可能喔 很多高手之間喔 就不會一直出單鷹兵種 先預先出其他的兵種 去克制對方的一個可能性 那老鷹也是瑪雅的 重要單位喔 瑪雅的鷹刺 鷹勇刺喔 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 等一下這個黃金國之後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而且還很怕 還很不怕箭矢 好這邊稍微微一下 並且被鷹刺手衝爆 好 正面這個城堡看起來守不住 三台巨頭直接拆爆 家裡TC看來是大難靈活 好 點下了品種 中國這邊時間不多 好這邊黃金可能要多一點喔 這個城堡可能石頭可以不用再挖 先全部轉黃金 去按騎士比較好 不然這個鷹刺頭過來 可能會有點臘場 像這樣子喔 直接戳爆 好 騎士開始補下 家裡開始BBQ 哇 這個英雄是直接銅爛 哇 中國這邊 剛剛還頂到重裝駱駝的升級 笑死 好 改成重 重裝 改成重裝騎士了 但是看起來這個TC也不保了 哇 兩個TC也被弄爆 這一波瑪雅進攻打得著死給力喔 很多的農田直接爆炸 那這邊中國沒有大量的一個食物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打 這邊第一時間 去選擇去拆巨型頭石機 而不是回救家裡這些 英雄 勇士的一個攻擊 這邊想來回防 但是巨型頭石機看起來也是不保 哇 這裡好一台 這裡選擇先撤退喔 等待這個重裝騎士升級好 上面這些村民 還是要在收村 這邊瑪雅與射手也過來了 開始往右遷徙 好 瑪雅直接過來蓋個城堡 要來接收中國人的農田了 這邊稍微蓋一下提防 圍一下 不讓這個騎士直接殺進來 哇 還是殺進去了 騎士直接大戰 老一 這邊的血量目前是重裝騎士的一個優勢 原上方這裡有個小小的斜坡 造成高打低的傷害 英勇士本身就不太適合拿來打進戰單位 這邊硬交換下來的結果 我覺得英勇士會有點虧 但中國這邊也是要硬打 因為不硬打的話可能會爆炸 好 這邊趕快升級二級攻 趕快點完 喔 這邊騎士慢慢再補了過來 數量上英勇士開始 數量開始變少 騎士一直補過來 很硬 騎士打英勇士效果太好 慢慢正面突圍 好 英勇士雖然補了過來 但是依舊沒辦法擋住騎士的進攻 這邊巨型頭10機 可能要趕快跑了 英勇士的數量越來越少 只剩下三隻 直接被砍光 重裝騎士的數量 還有八隻 直接突圍成功 城堡這邊血量還有一半 沒問題 哇 中國這一波反打得不錯 直接反殺 這邊提醒很小心 還有很多村民在裡面 防守 那接下來就是要趕快生這個巨型頭10機 才掉家裡中間那個城堡 要把這個農鐵搶回來 然後這個時間點 趕快去把自己的三級弓跟三級防去點下 然後趕快去突擊 對方的一個經濟 不然這邊可能會爆炸 好 這邊直接英勇士過來防守 但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這邊直接硬砍 英勇士也會爆炸 這邊是精銳英勇士還是打不太贏 這邊出生旅了 生旅的話 抵抗騎士的效果就是特別好 摁一下 我有摁到呢 由於中國這邊已經沒有大量農田的關係 所以這波交戰可能會有點尷尬 這邊交換下去 這波騎士送完 中國還能打嗎 哇靠太強了吧 居然我打贏了 哇塞 哇 騎士果然是屌康英勇士的阿 哇這個英勇士各種島地 喔這邊怎樣 護蓋城堡 你蓋我也蓋 但這邊看起來是 瑪雅這邊會先蓋好 中國這邊有點能蓋起來 但如果這邊讓中國也蓋起來的話 他這一塊礦區就不能挖了 會對瑪雅造成一個極大的經濟傷害 好這邊 中國的 騎士喔 稍微死光了 但這個城堡 感覺是也是蓋得起來 還有95% 99 100 OK 那第一時間 家裡的鷹刺猴 哎呀 巨型頭死機直接被拆掉 村民直接想打架 但打不贏 是我的話我就繼續打了 哇村民直接拿選手開扁城堡 很有想法 村民稍微跑掉 OK 那這邊 中國人 要繼續趕快把自己的農鐵給弄出來 哇 家裡這個TC也爆了 這邊大量遷徙到右側這個位置 中國的領地只剩下右上角這一塊 馬拉的領地又要越大塊 因此齁 再次想要突圍 中國這邊的騎士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好這邊進入城堡的一個防守位置 因此齁直接硬上巨型頭死機 直接爆開 好中馬拉的城堡爆掉了 但是 中國這邊城堡還活著 雖然巨型頭死機也被解到剩一台 但另外一台看來也是要直接被突圍了 這裡趕快圍一下 再圍 哇圍得不錯 這裡很關鍵 這裡圍住之後 保住這台巨型頭死機 那就可以守住 這台巨頭 就有機會 解到裡面那台巨型頭死機 就可以把自己農田 解救回來 這邊敲城堡的村民 直接拿騎士來解一解 騎士直接硬上 城堡沒修 但沒有關係 騎士已經在衝鋒了 騎士再過來解一下 這邊的村民 這邊鷹刺猴也想要過來 獨止修城堡 鷹魚頭死機被包住 但是有一隻繞進去 但城堡傷害很高 直接射死鷹刺頭 喔鷹勇士 一直講錯 OK 看起來 馬來亞有點大難 零頭了 這邊的城堡全部被解光 那只剩加了兩座而已 但是中國的漁船已經被燒光了 所以目前中國非常缺弱 村民樹也產造殺光的關係 所以中國的村民並不多 只有70人口而已 馬亞的人口已經來到130人口 但人口還沒到200 這邊還點下了三級伐木 村民樹沒有繼續按 如果樹我的話 我就會繼續按村民 繼續村民再按多一點 然後 多一點的村民去挖黃金 看起來這邊 他最後一塊黃金 是在右側的位置 剛好是被中國壓住 這個大礦區 直接被中國這邊斷了 所以這邊是把這裡搶回來 是一個首要的任務 搶回來這塊礦區 馬亞才能繼續打 那中國這邊好消息 是他的黃金跟石頭都還有 還可以再撐一會 那中國這邊 那裡也是他最後一塊黃金點了 馬亞這塊黃金也是最後的黃金 那自己要小心一下 對方的重裝長槍兵 開始試讓他多了血 好那看起來巨型頭司機 要拆掉了 撐了有點久 還不錯 這個一直修 好巨型頭司機反殺 對方城堡 城堡要被拆掉了 騎士開始衝過來 想要來騷擾 但是 關 但是馬亞的 哎呀這裡有洞 直接抓了進來 騎士直接開打嗎 還是要再繞一下 OK這邊還升級了大吉兵 但是這邊中國早就轉出了連弩 連弩兵打這個 長槍兵的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要小心喔 騎士不要硬打 這個長槍兵沒有在控 直接送光 好看來這一波城堡還守住了 這個礦區馬亞居然拿不下來 村民樹突然開始拉近了 好 中國這邊開始反殺對手的一個村民 但是外圍喔 海 海巡部分 由於 中國沒有海巡屬 直接被馬亞的 戰船 燒一燒到這個沿岸了 那沒有關係喔 我們這個重要的是海 陸戰喔 海戰是次要了 好 中國這邊村民再補起來 騎士再繼續燒了 好這邊直接來搶中國的一個農田 我看他是有點太大膽了 趕快拿這個村民回去 砍這邊村民會比較好 右側這邊慢慢進攻過來 騎士喔 可以再繼續嘗試 繼續突圍一下 居心頭時機要再繼續往前開嗎 中國連弩數量其實很多 三級射也有了 而且也有化學 哇 哇 這邊幾兵跟 英勇士的血量掉太快了 中國連弩強無敵 火大中國 連弩就是強 中國連弩的最大弱點 就是手短而已 基本上只要用一些 戰毛兵阿 奴炮阿 頭子車喔 重型頭子車 砸了一發就全倒了 但是這個情況阿 瑪雅是不可能會有的 因為經濟已經被控住了 這裡瑪雅能打贏的方法 就只有用這個戰毛兵阿 加上幾兵阿 垃圾兵大戰阿 才有可能打得贏 但是 中國連弩阿 打這個遠防高的單位也是效果特別的好 因為他本身 是這個連擊的阿 雖然打對方只有1滴 可能也沒有1滴阿 可能只有打1滴沒錯阿 打1滴還是傷的也是蠻高的 所以整體換下來阿 中國連弩還不一定會打出 對方的戰毛兵阿 但長期換下來 中國連弩還是會輸的 所以最好不要跟對方打一個 長期的交換戰阿 自己的經濟還是要拉起來 好 這邊稍微守住自己的農田 左邊沒有再繼續打 稍微撤退一下 有沒有 這裡戰毛兵還是會被射爆 中國連弩最可怕的地方 就在這裡 遠防高的單位 也是被射爆的 這哥的衛隊阿 還有這個衝車阿 工程器械阿 都會瞬間被打爆 OK 這邊直接一個夾擠嗎 中國連弩直接走過來 射個一發 OK 邊走邊射 直接把對手的一個修道運給拆掉 讓他直接完全斷金 這邊 哦 城堡修得回來嗎 好像可以 中國連弩還在逃跑 這邊的戰毛兵太多了 不能換不能換 好 現在這裡是重要戰場 只要能 誰能拿下這個礦區 誰就可以贏得這場遊戲的比賽 瑪雅這邊人口慢慢補回來 倒立吧24村 中國這邊好97村左右 村民術也是慢慢成長 好 左邊這邊蓋下城堡 想要來繼續掠奪更多的農田 瑪雅這邊奪 奪取中國的一個領地 非常的大量 好 中國領地只剩下這麼一點點 開始慢慢被分刮土地了 但是這邊 只要鎖出這個地方 中國就能繼續強大下去 中國人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瑪雅這邊反倒是有點尷尬了 瑪雅這邊只能用垃圾兵打 其實非常被動 垃圾兵並不是不好 他不好點就是太被動而已 主動性太差了 就只能打一個防守戰 那這邊 遺跡聖物還是要趕往後搬比較好 慢慢產黃金 是他最後的希望 比較麻煩是瑪雅這邊連三級射都沒有 所以戰毛兵傷害有點差強人意 這邊先點化學不是三級射 這什麼意思 反正他點化學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反正他不是沒火炮嗎 也沒火槍 那還不如點三級射可以增加射程 他是不是忘記自己點沒有三級射 他應該是忘記自己點三級射 所以先點化學 完蛋 這邊直接少一個射程 更難打到對手的一個中國連弩 OK 三台巨頭 穩定的拆掉了大量的建築物 城堡 再繼續往前蓋 開始穩住了這一塊的一個經濟區域 瑪雅這邊雖然有一個大量人口的優勢 但是卻無法能攻下中國的一個大本營 雖然搶了非常多的中國的農田 但是看起來搶下這些農田也不是一個太大的一個重點 重點是這個礦區啊 這個礦區被中國慢慢建立起了一個非常穩健的一個防守位置 這就是萬里長城嗎 再拉個城牆就是萬里長城 這個防守很不錯 好這邊還點下了建築物學 瑪雅這邊想要極力了 去抵抗中國這邊的巨型頭11的一個進攻 但我覺得現在這邊點下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不如點下更多的 戰毛兵跟疾兵去跟對方應換 資源會更好 好這邊騎士 過來殺村民 直接爆射 咻咻咻咻咻咻咻 你有點拇指環嗎 這個聯盧兵好像沒有點拇指環 應該是有點吧 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吉銘瑞還沒有點 這個有機會喔 中國聯盧還是生一下吉銘瑞比較好 畢竟自己家裡還是有礦的 家裡有礦就是可以任性 大傻幣沒有問題的 OK左邊戰毛兵加吉兵過來 看了一下發現有點難打 這邊去應換有點傷 但瑪雅我是覺得還是要應換一下 趕快把這個三級射點出來 戰毛直接去應點 然後對方騎士趕快 吉兵就上去應戳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好中國聯盧終於精銳也點下了 第四棟城堡也開了出來 慢慢入侵了瑪雅的領地 中國開始慢慢向外擴張 這邊騎士有點在送 但是這邊直接交叉火力的城堡 射爆這些吉兵 直接大量損失殘重 這邊正面的騎士上去應解 果然直接被吉兵給擊退 現在這一波攻防戰看得很驚險 左邊城堡看起來起來是要兇多吉少 好這邊瑪雅買賣一波 擠出了最後兩台巨型投資機 但是這邊大量的戰毛兵直接被射爆 瑪雅沒有三級遠防的關係 所以 直接被射光 雖然我覺得他就算點了三級防 好像也是會被射光 中國聯盧就是這麼強 OK中國精銳聯盧8加4 血量50滴血 血量再提升了5滴 可以抵擋輕型投資車的一輪傷害 雖然不點也是可以 好 這邊 這邊 中國聯盧有點在送 但沒有關係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 瑪雅有點兇多吉少了 開始這個城堡插得很值得 一直射到這個路過的吉兵 去支援吉兵一直被射掉 好中國你中國 中國 中國點下母子環啊 我就知道 我想這個射速怎麼那麼慢 中國聯盧的射速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等一下這個母子環就是他的完全體 基因瑞三級射三級防 然後母子環 這個很重要 好 中國聯盧慢慢南下 想來防守 下面進攻 但是這邊 中國還有出這個輕騎兵 直接來砍衝車 這個效果非常好 OK 看起來這波的防守 中國沒什麼太大問題 輕騎兵應該出的也有出 瑪雅這邊轉出了大衝車 想要 嘗試的 去進攻對方的城堡 但這邊城堡 看起來也是不好打 這裡交叉火力實在太多了 而且這邊有很多兵 開始在城下聚集了 左邊的一個中國聯盧 開始入行到了瑪雅的一個 伐木的地點 好 這邊村民宿只剩下90村 衝車 直接被解掉 裡面的集運出來硬戳 你怎麼 車子爆了還想回家 這個能回得了嗎 不可能吧 全部被射死 OK 中國聯盧再往下繼續走 好 大量的戰毛兵 想要來左邊 來解救這一團 中國聯盧的一個進攻 但正面感覺也快要守不下來了 中路聯盧加上輕騎兵的一個防守 效果還是很棒的 那正面呢 正面還沒有巨型托斯基 要來打呢 看起來這邊有點難守了 雖然中國已經把海域全部拿下了 但是 不是中國 瑪雅已經把海域拿下了 但是經濟一直沒有很好 我覺得他是不是要轉一些漁船 把自己的肉開始補起來 他就讓他這邊領地越來越少 要一直出戰毛兵手有點困難 肉量有點快要跟不上慘的 而且木頭 能挖的地方越來越少 現在已經開始要斷木了 媽的木頭只剩下這一區了 完蛋 這邊木頭也不能挖 現在開始連綴基本的木頭 也要開始拿不到了嗎 遺跡這邊 雖然搬到後面 又被砸爆了 馬雅又再次斷金 他這邊應該還是有修道院 不知道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 有有有有 有修道院 OK那這邊 馬雅打錯了 最終還是受不了 這個中國連弩 正面扛線的效果實在太強 基本什麼單位都能打 這邊城堡蓋一下 把大量的農田直接堵回來 中國再一次把自己的領土拿回來了 非常的欣慰 然後來看一下戰局的部分 戰局的部分 這個後期 中國這邊小小失誤 手推車跟母子盤後期 真的是超級大後期才點 但我覺得這是 也是無可厚非 因為中期這邊被拆了太多的建築物 所以農田大量被掠奪 人家守住中間那一波真的太關鍵了 所以那一波要全部投資起兵 我覺得是相當關鍵的一個 一個資訊 如果那時候在投資經濟的話 肯定是在爆開 所以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是蠻重要的 但是忘記點就很要不得 像這個馬雅 命運大優勢 手推車 這麼後期才點 就是個問題 還有這個二景農田 他自己不補就算了 二景農田也比較晚點 所以造成了他這個 中期這一大段時間 要耗費更多的木頭去種田 但他自己的經濟沒那麼好 所以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好 那經濟上來說 馬雅還是有一些領先在 畢竟自己的農田 跟 有去搶到中國的一個農田 自己家裡還也打下來 而且村民宿也是 贏中國這邊 將近快一倍人口 在中期的時候 那中國這邊也是相當猛 居然中期狗柱 還可以反搶馬雅最後的一塊礦區 相當的一個精彩 那這邊 馬雅還是靠了遺跡 賺了一筆錢 2800多的黃金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戰況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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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